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佛性如海洋 所以叫佛海无边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他的本性里都有佛 你去看一个人善良的人 他的本性当中就很慈悲 看见人家可怜啊 总愿意去帮助别人呢 所以人呢 一旦你拥有正能量的时候 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呢 你的心法会合一 心佛会合一 那么心佛合一 大家都知道 跟菩萨跟佛一样 心法呢 就是我们学习佛的法 理解佛的法 所以我们才能懂得 怎么样做佛 你的思维呢 才不会逗留在人间 如果你的心灵整天逗留在人间的话呢 那你就是我们说了 天天贪嗔痴慢疑 每一天贪啊 恨啊 烦恼啊 你说这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底啊 你们说你们什么时候恨人 可一辈子不恨了 这死了还要恨 你说你一个人贪的 你死了还要贪的 一个人如果要鱼吃 一辈子都做傻事 临死之前还要做傻事 做什么傻事 大家知道了 伤害别人了 所以很多人临死之前 讲几句话 很恨别人的 那么人家一辈子就帮你背了 真正的学佛人 要空有空无脱离幻觉 空有了 其实人到了这个世界上 你生出来 好像有这么个人了 实际上没有名字的话 你是谁啊 空有空无脱离幻觉 你看一个人从空人出生了 开始有了 一个人空有了 到了最后呢 走了空无了 那么幻觉没了 死掉之后 哪有了 在人间觉得 整个就是个幻觉 你们现在把你们年轻的时候 那些事情 想起来 是不是一种幻觉了 所以拥有真正的智慧 就慢慢的明白 一个人在世界上 一切空无 一切是化为乌有 留存在人间的 只是你的一切空无脱离 只是你的一种感觉 你们想一想看 我们一辈子的开心啊 难过啊 伤心啊 你们走到今天了 你们是不是只是有感觉啊 那是一种感觉啊 学佛呢 是在真空当中啊 寻找自我 先来找一找 有没有真的我 这个灵魂是不是真我 那你才能达到 非我 非非我 因为知道了这个 真空当中的我 也是一个假我 所以你慢慢就知道 有什么我的 你们现在脑子里动不动 就是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你是谁啊 有的人死要面子 我很丢脸 你是谁啊 如果换个名字呢 都不知道你是谁了 现在如果一个人 做一个整容 这个人从此被人家认不出来了 你是谁啊 还有吗 就是并不是我 非非我就是 并不是不是我 但是呢 又是我又不是我 这个我是虚的 我今天给你们一个名字 你们把名字改了 这个人就从此找不到了 非我非非我 想一事修成的人 就要理解这些 要非常的纯洁的气场 纯洁的气场就是 不执着 不生气 不难过 用现在话讲 不要去给人家脸看 你给人家脸看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 很不好啊 你们想想 别人给你们脸看 你们觉得难受不了 那你给别人脸看 难受不了 那不是菩萨做的事情 记住了 在这个社会上 你看见这个人给你脸看的 就说明 他是在我像当中 我生气了 我不开心了 我难过了 所以他就给人家脸看了 因为有我嘛 如果这个人 根本无所谓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的 随缘的 你说他会给人家脸看 首先要学会戒 戒嘛就是 不要让我像出来 要用自己的理性 来完成自己的悟性 理性是什么 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不能做一个普通凡人 我不能去伤害别人 我今天给人家脸看 不是一个好好的学佛人 理性来了 那么你完成自己的悟性 你慢慢就开悟了呀 你今天给人家看脸的话 你说你会开悟吧 所以任何一个守戒的人 会被别人尊敬 所以你去看 越守戒的人 越被人家尊重 你看看 男人女人都是这样 你越不守戒 人家越看不起你 所以学佛人 要守住自己的本性 就是你要让人家感觉到 你很干净 我不贪的 你们跟我怎么讲 我不贪 我不害人 没关系的 我自己吃点亏没关系 我也不会伤害别人 这种人非常容易 受别人的尊敬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 你会放得下 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 放得下的人会拥有慈悲心 同样放得下的人 因为慈悲是建立在 正性正念的基础上 一个人有慈悲心 他一定正性正念 他不会邪的 你去看好了 很多人就是可怜别人 他有目的的 因为是你家里人 因为是你自己的朋友 亲戚了 所以你就觉得 我应该可怜他 外面的人吃苦了 活该 慈悲是建立在 正性正念的基础上 慈悲是用在 有善根的众生身上 不是用在 魔的身上 很多人心中有魔 根本不会有慈悲的 师父叫你们 要把自己当成佛 你才能成佛 你如果不把自己当成佛 你怎么能成佛 人呢 会有五因 色受想行事 过去讲五因 四蛇 三毒六贼 这些都是 我法当中的基本的理念 五因就是色受想行事 色就是眼睛看进去的 看进去人家看不到的 你看进去了 一个不好的东西 你看进去了 你会很难过 一个好的东西 你看进去了 你会很开心 其实都是你自己的感受 但是很多人呢 没有这个感觉 受 比方说人家碰你一下 你感受了吗 人家车子上碰到你了 你很痛 但是呢 别人不痛 那么这个是受 也是你自己的 讲不出来的啦 想 你说一个人忧郁症 整天想啊想啊 想不出来 你说他 是不是在里边呢 看不见呢 思维上的一种行为 也就是说 我今天去揍他了 我恨死他了 恨不得把他扔下去 你看看你这种思维 别人知道嘛 别人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属于五蕴的 听得懂吧 蕴就是 中国这个文字里面 蕴就是蕴藏 就是藏起来 看不见 所以说 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啦 某一块土地啦 蕴藏着 实际上蕴 五蕴的蕴 就是色受想 行事 你的意识是 别人看不见 所以人是一个最难 和别人打交道的 是一个 我们说高级动物 因为他有思维 而且他自己的想法 他不告诉你 现在的人啊 你只要说 你有五蕴 全部讲出来的话 人家就说 他你有神经病 你怎么 怎么都讲出来的啦 你自己想的事情 你也想出来啦 你们想想看了 你们爱也好 憎恨别人也好 比方说这种 嫉妒也好 你都在心里的呀 他是人的这种 爱憎啊 嫉妒啊 做出来的事情啊 他有两种行为 一种叫内心行为 所以色受想行事的行 是内心行为 还有一种外部的行为 我可以通过我的语言 和行为 来表达我对他的愤怒 大家人跟人 如果有意见的话 你看见他 他头就回过去 不看他 眼睛很凶 叮嘱他 很讨厌他 这种都是外部的行为 已经到你行为上了 还有一种内部的行为 就是人会装啊 明明看见你很讨厌 哎呀你好啊 你看得出吗 这就叫五蕴 我问你 你脸笑嘻嘻地跟他说 你好 你心里很恨他 你说你难受不难受 这是一种逆反心理的矫正啊 把自己明明正的东西 绞成反的 把反的这种心理 绞成正的 很讨厌的 很难过的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生病啊 生癌症啊 不开心啊 太多阴的东西了 生癌症的就是阴的东西太多了呀 天天气啊 看见他还要趁着他 哎呀你好你好 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 你说这种人能不生病吗 所以菩萨让我们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不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 内心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伤害自己啊 也就是说你修行之后 你就会把烦恼变成菩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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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